当时兄弟似瓜分 信钻阴稀咬不闻 今日君臣重聚意 正如龙虎 汇丰云 我得记清楚了 拍木头以后说三个字 几句闲言念罢呢 书接前文 接着给您说这部三国演义 学徒我竟说这个有名的书 礼拜五说了一段西游记 名书 今天呢 接着说三国演义 您那待会儿听着听着 万一我要插到西游记那儿呢 您多担着 这脑子有点不太够实 还得想着明天开学 要上课 压力太大 那么上回书呢 正说到官与官云长 带着孙前 周苍 前往河北巡凶 吩咬三地一德 镇守古城 官云长 带着孙前周苍 上路 到了河北 借首 孙前一个人 进河北境内 去找黄叔刘备 那么官云长呢 暂且居住在官定庄上 而且官云长 吩咐周汤 到卧牛山 去找裴袁绍 那么几路人马 分别行动 说书的一张嘴 不能说两家的事 把官云长搁下 咱们单说孙前 孙前一个人 到了河北 来到冀州 打听刘皇叔的住处 面见刘备 刘备见着孙前了 也是感慨万千 而且孙前 一进屋就瞧见了 简庸也在这儿呢 简庸就跟孙前说 我投奔黄叔 已经好几天了 君臣三个人 坐在屋中商议 有什么办法 能够逃离河北 孙前把所有的经过 都跟刘皇叔说完了 得想个法子 逃出河北 君臣兄弟才能还原 想什么法子呢 简庸出了个主意 皇叔 您哪 不必忧虑 如此如比这般这样 您照我这法子去说 准能逃出河北 刘备一听点点头啊 主意倒是好主意 我走了 简先生 您怎么办 黄叔 您更不必忧虑 您只要走得了 我自然走得了 您就放心 君臣几个人商量定了 转过天来 刘备立刻来见袁绍 面见袁绍 身时一礼分 兵主落座 袁绍一看 黄叔 两番去汝南 多受奔波之苦啊 流僻共督 势力太弱 不足以靠 让黄叔白受累了 哎呀 民工 受累是小啊 我这两回去汝南 把情况都看清楚了 刘僻共督 的确势力太弱 联合他们 没法抵抗曹操 是啊 刘皇叔 刘僻共督 不足以为是 咱们还能找谁呢 联手能够共灭曹操 刘备一听 你把话往我嘴里送 那我还不说 民工 刘僻共督 不足以为靠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荆州 有刘表 刘景生啊 袁绍一听 刘表 我也求过了 我派人去请刘表 我们两家要联合 破曹 那太好了 他在南 我在北啊 两路夹击 可灭曹操 可是人家不跟我合作啊 刘备一听 微微一笑 民工 刘表 是大汉宗亲 我刘备也是大汉宗亲 我们是同宗弟兄 别人去劝刘表 他不强 您可以让我去 我面见刘表 我们同宗弟兄 我一劝他 他必然跟您合作 共灭曹操 袁绍一听 嗯 对对对对 我怎么忘了这事 你们是同宗弟兄 都是大汉宗亲 哎呀 那就有劳刘皇叔 再辛苦一趟 去刘表那一趟 那 我去一趟 去吧 我可真去了 去你的 辛苦刘皇叔了 多受辛苦 刘备一听 行了 这回是你让我去的 袁绍 让刘备去劝说刘表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黄叔啊 哎 我可听说 你二弟云长 已经离开曹营 奔河北来了 您要是去荆州面见刘表 谁去迎接 云长将军 刘备眼珠一撞 记上今来 明宫啊 不瞒您说 我的老部下 孙前孙公佑 刚刚到荆州 这样 我去荆州 劝说刘表 让孙前去迎接我家二弟云长 您看好不好 好啊 只要云长将军到了 我呀 立刻把他省捆所往 人头砍下 别叫 刘备一听 这 明宫 您这是何意 哼 杀了关云长 为燕良文丑报仇 雪燕良文丑 这恨 哎 明宫 您此言差矣 我前番就跟您说过 燕良文丑随死 燕良文丑 不过是两只梅花鹿 我二立云长 乃是一员虎将 十二鹿而得一虎 民工和恨之有 黄叔 戏之耳 我跟你开个玩笑 只要云长将军来了 我必然后待于他 黄叔啊 就放心的去荆州吧 那么 刘备 告退 刘备 从袁绍这 告辞出来 赶紧回自己的住处 跟孙前 收拾行装 准备上路 刘备这 走了 简庸 来见袁绍 简庸一进屋啊 明宫 我刚才看见 刘皇叔 急急忙忙 回自己的住处 说是要 外出公干 您派他去哪啊 哦 简先生 我呀 派他去趟荆州 劝说刘表 两家联合共灭 曹操 派 民工 你这件事 可就办错了 简先生 何错之友 刘皇叔 与刘景生 都是大汉宗金 刘皇叔去劝说刘表 没错 准能办到 哎 我不是说 您这件事 办错 您派 刘备去荆州 哎 恐怕 刘备就回不来了 简先生 何以见得 哎 您派他 去汝南 两番去汝南 他都回来了 可是您别忘了 刘辟共都 势力太弱呀 他必须回您这儿来 您是个强大的靠山呢 可您这回要派他去荆州 刘表 冰墙马壮 有地盘 有势力 他们两个人又是大汉宗金 又是同宗的弟兄 刘表要是把刘备留下 这位刘皇叔可就不回来见您了 那么一简先生之见 如何呢 民工 您放心 我替您呢 看着刘备 一来呢 陪着刘皇叔 去劝说刘左遥 二来呢 我替您呢 监督他 他要不回来 督促他回来见您 你看好不好 哎呦 那么就 有劳简先生 您也辛苦辛苦 替我看着刘备 我谢谢您 我谢谢您 您说 袁绍这样人能成事 孙前简庸 刘备 三个人 钻了一个圈套 让袁绍钻进去 袁绍还给人家作医 还道谢 您辛苦 这样人能成事 连说辛苦 谢谢简庸 简庸啊 赶紧回来见刘备 三个人不能同时走 这还是袁绍的眼皮底下 所以刘备让孙前先行一步 到河北借手 咱们再见 孙前走了 刘备跟简庸 两个人登城上路 这两个人一出来 就碰见袁绍手下的一个谋士 叫郭图 郭图一看 简庸刘备一块走 这是怎么回事 赶紧来见袁绍 一问袁绍 袁绍把事情一说 郭图就提醒袁绍 主公 您要让刘备 这一走 他回不来了 他这叫金蝉脱鞘之计 他就跑了 袁绍微微一笑 郭先生 您提醒晚了 简庸简先生已经提醒过我了 我让简庸 替我监督刘备 他必然回来 郭图听完了一跺脚 还能说什么呀 简庸原本就是刘备的人呐 你让简庸监督刘备 这俩人都回不来了 这俩人都回不来了 可是郭图不能再说什么 心里埋怨自己这位主人呐 袁绍我袁绍我怎么保了你了 不足以成大事 好糊涂了 可是郭图只有空探计 没有办法 不能多说什么 那么简庸刘备 两个人急急忙忙离开河北 直到河北借手 跟孙前碰在一块 三个人催马 直奔关定庄 心急如焚呢 盼着见着自己的兄弟 那么到了关定庄 庄丁房里的通病 老庄主这位关定 陪着关云长 赶紧迈步出来 关云长在前 关定在后 迈步出庄迎接刘备 隔着老远 关羽就瞧见了 大哥 大哥 刘备也瞧见关羽了 二弟 二弟 曾经看戏里头 那个关老爷一出来 为什么老哆嗦呢 就从这儿留下的根 我也看这关公戏 关老爷一出来 也不知道怎么着 老哆嗦 问这个戏班 李元寒的人 也解释不清楚 我给他解释解释 大概就是弟兄相见 激动得过分了 留下后遗症 弟兄相见 大哥 刘备 抢步上前的 一伸手 兄弟就抱在一起 关羽 往地上一跪 大哥 大哥 你是了解我的 生归逃影 是非得已 刘备一直说 二弟 不必说了 公佑已经告诉我了 二弟 不必多说 二弟受委屈了 兄弟二人是抱头痛哭 老庄主官定在旁边一看 刘皇叔 官将军 弟兄见面 大喜之事 不必提酷 来来来 庄中待茶 老庄主官定 把刘备 让进庄中 来到客厅 仆人献上茶来 分宾主落座 官定 老爷子赶紧吩咐家人 准备酒宴 弟兄团员大喜事 得喝酒庆祝 就在酒席宴间 官定一招手 把自己两个儿子叫过来 儿啊 来来来 再见刘皇叔 官定这俩儿子 撩一心扑通扑通 跪倒在刘备面前 刘备低头 他们一看 刘备心中就是一动 为什么 官定这俩儿子 长得太漂亮了 大的 二十来岁 小的 十七八岁 这俩儿子长得都是面白如玉 白中透红 红中透润 两道浓眉 鼻直口正 一团的正气 大一点的 一看 如如牙牙 小一点的这个 十七八岁这个 眉宇之间 透着鹦鹉之气 刘备一看这俩孩子 就爱他们 为什么 刘备岁数也不小了 四海漂泊 刘备在一看身旁 自己这位二弟 关云长比刘备就小一岁 岁数也不小了 刘备自己还有俩媳妇 关云长 尚未娶妻啊 而且这兄弟两人 现在膝下都没有儿子 没有子嗣 这么大岁数了 没有儿子 低头一看 人家这俩儿子长得这么好 刘备 有点心里就爱上了 两孩子往地上一跪 拜见刘皇叔 关云在旁边一看 大哥啊 这是老庄主的二位公子 大公子叫关宁 二公子叫关平 关定老爷子在旁边一看 没错 刘皇叔啊 这是我的两个拳头 关定在旁边一看 刘备这眼神 就明白了 大概是喜欢我这俩儿子 老爷子借着这酒 在酒席宴间 可就说了一番话 老爷子端起这杯酒来 皇叔 关将军 敬二杯一杯 老汉我 弱大年纪 以老卖老吧 我有个不情之情 您看我这两个儿子 长子 关宁 自幼习文 赐子 关平 自幼习武 而且这些天 关将军住在我的庄中 每天 教我这小儿子练武艺 老汉我今天 在酒席宴前 这个不情之情 我想问问刘皇叔 我打算让我这个小儿子 关平 从今往后 跟随关将军 安前马后 伺候关将军 让他历练历练 为国效力 刘皇叔 我姓关 关将军也姓关 五百年前是一家 您看 您能答应吗 老爷子说完这番话 刘备碾然而笑 老人家 我正有此意 要依我看来 您这位 次子关平 不但可以跟随 我家二弟云长 要依我之见 今日 就让关平 败在我 二弟膝下 认为明灵亦子 老人家 你看使得吗 那关平 还不高兴呢 老爷子 太高兴了 能让自己的儿子 跟随 明满天下的 关云长 而且 拜关云长为义父 多荣幸的事 而老爷子 当然答应 快快快快 拜见义父 关平 二次撩袍 撩袍跪倒在 关云长的面前 义父在上 孩儿大礼参拜 关云长也高兴 托乌六 常然一伸手 而啊 请起 拜见伯父 关平又跪倒在 刘妹的面前 以伯父相争 所以您看 从此往后 这位关平 就跟了关云长 这是关云长的 义子名林 一个关平 一个周苍 跟随关云长 安前马后 不辞劳苦 忠心耿耿 一时到此 尤其到最后 关云长困手迈城 关云长走迈城 小将关平 最后跟自己 这位义父 关云长 同时殉国难而死 当然 收义子 也不能乱收 有的义子 安前马后 不辞劳苦 有的义子 就是 蒙氏 借这么个名义而已 而且有的义子 收来 后患无穷 干儿子 和干儿子不一样 您看 现在关云长 您别老乐 您一乐 待会回头 我们那大演员 他痴心 我没往那说 我说的是书里头的事 是不是 我说的是书里头的事 真的 您看 我怕他抱住我 你们这大师哥都软弱 斗不过义子 徒弟不如干儿子 说哪儿了 这干儿子 收义子 真不能乱收 我说的是 真是书里的事 关云长 今天收了义子 关平了 刘备也高兴 关云长也高兴 可是您要往后文书听 您要看三国演义 第三十六回 这个小回目 叫玄德用计 习凡成 原直走马见诸葛 您别着急 年底我能说呢 这第三十六回 刘备刘玄德 用了擅福的计策 就是取原直 济西凡城 把陶人打败了 刘备带人进了凡城 凡城的县令 叫刘密 刘密身旁有一个人 气宇宣昂 刘备一看又爱上了 刘备爱着漂亮的小男孩 真的 看见这孩子 长得气宇宣昂 仪表不凡 刘备的多看几眼 这刘密一看 黄叔啊 此人姓寇 叫寇风 自幼父母双亡 这是我的外甥 投靠一顾 黄叔要是喜爱 何不认为明灵义子 刘备高兴 立刻就把这寇风收下了 收了个干儿子 把这寇改姓刘 从此以后叫刘峰 这是刘备的干儿子 可是当时 关羽不高兴 关羽就在旁边提醒刘备 说胸以游子 何必收明灵 后必有乱 你有儿子 阿斗啊 刘缠呢 你有了自己亲生儿子 你干嘛还收这么一干儿子 日后必生乱 刘备不以为然 我带他像亲儿子一样 他必然带我也像亲生父亲一样 怎么会有乱呢 没有乱 不听关云长的 到后来 治乱之游 就是这刘备 关云长败走卖城 求救兵 刘备梦达 记恨关云长 当初这句话 不肯发救兵 那么这刘峰 为什么不能收呢 关云长提醒了 对 你有儿子 你和我不一样 我是臣 你是君 你是创事业的人 你创下来事业 你已经有亲儿子了 你再收一干儿子 你百年之后 你这番事业 是给你的干儿子 还是给你亲儿子 必生治乱之游 你别说干儿子 这皇帝生好几个儿子 都是亲的 这皇帝死后 为了争夺大位 你争我夺 兄弟残杀 手足同路 这事情太多了 所以关云长提醒的太对了 我是臣子 我是替你打江山的人 我没事 我收一干儿子 顶多跟我抢家产 你不一样 你是创立事业 你收了儿子 收这干儿子就不行 所以关云长提醒 所以收干儿子和干儿子不一样 当然最安全的是收徒弟 不会谋多家产 只会传事业而已 那么刘备 看着 关云长 收下官平 刘备也去 关云长高兴 那么大家饮酒 庆贺 这一天 就在 关定庄上 借住一宵 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刘备赶紧吩咐 即刻登城 为什么 害怕袁绍追来 快走 不能耽搁时间 所以关平 到内宅 辞别了自己 亲生母亲 跟随关云 保护着刘备 离开关定庄 老人家关定 纵了一城 回转家家 咱们就不再提他了 那么关云 告诉关平周苍 沿着大路 奔卧牛山的方向 因为跟周苍商量好了 你到卧牛山 找来陪袁绍 咱们在大路上会合 正往前走呢 瞧见十几个人 为首的 正是周苍 可是关羽在马上 一瞧这周苍 就是一愣 周苍啊 狼狈不堪 往腿上一看 腿上带着伤 三处枪商 滴滴答答 往下流血呀 关羽一催马 来到周苍进前 周苍一看 哎呀 关将军 关羽赶忙 把周苍引荐给刘备 关羽赶紧问 周苍 怎么落得如此光景 谁给你腿上 做的这么三处伤 而且关羽赶 低头一看 周苍腿上这伤 三处是枪伤 那关羽赶九历战场 经验太丰富了 一看这三处枪伤 下手的这个人 武艺了得 枪法太妙了 这三处枪伤 用的是滑 滑了三下 让你受伤 让你流血 让你知道疼 可没要你的命 这分寸 拿捏得太好了 要想要命 就依这个人的枪法 一枪 就能要了周苍的命 可是这人手下留着分寸 关羽赶 必须得问 周苍 什么人 将你打成这样 哎呀 关将军 我奉您之命 前往卧牛山 找裴元绍 到了山下 一叫裴元绍 裴元绍没出来 从山上 出来一员大将 和这个人 亮银盔甲 肃中袍 跨下 伯龙马掌中 亮银枪 我一瞧 不是裴元绍 我说裴元绍去哪了 你是什么人 这人 别看书了 他那拿着书 你说这孩子都讨厌 不过他不拿书啊 这个小哈利 这也是一个三国的 三国通 别看 年纪轻轻 他叫哈利 哈利波特那哈利 精通三国 熟读东汉 对于北京评书 太熟悉了 说上句 他知道下句 别逃我了 那么周苍就说 从山上下来 这个人 亮银盔甲 肃中袍 掌中亮银枪 我问他裴元绍在哪 这人跟我说 裴元绍 已经被他枪挑于马下 我一听就急了 我得给我这兄弟报仇啊 我就跟这人打进去 打了没三个回合 您瞧见没有 让他在我腿上 扎了三枪 到现在还流血呢 这人好厉害 我招呼 我山上那些喽喽 跟着我走啊 嘿 这帮人 都怕这个大将 您瞧见没有 就这十几个人 跟着我架来 上下的人呢 都不敢来 关将军 您赶紧看看去吧 关云长一听 就是一愣啊 刘备在旁边一听 周苍 这个人姓什么 叫什么呀 哎呦 黄叔我 我没问 周苍 从无前带路 刘备官宇 跟着周苍 急急忙忙 沿着大路 直奔卧牛山 到了卧牛山下 周苍 大声喊吓 高声的骂阵 功夫不大 就从这卧牛山上 下来一匹 驳龙马 马上一员大将 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八尺开外 长得好像吗 面如关羽 两道浓眉 斜插入病 直入天仓 鼻子口正 一双大眼 叫造牌分明 太阳卷 挪着一团 精神足满 头上 带着亮银 狮子盔 狮子尾倒挂 顶门上 一颗明珠 二龙斗宝 四指宽 搂海带 密牌银钉 包尔互相 双卡搂汗骨 不为好看 为的是遮枪挡剑 身上穿亮银 云片甲 胸前悬挂 护心宝镜 明黄黄 冷纷纷 冰盘大小 身背后 葫芦银顶 四杆护背旗 石满带 三环套月扎钩 于他尾 满都是亮银的扎钩 肃中银 肃断虎头战靴 牢扎在银凳之内 左弯弓 右别垫 掌中亮银枪 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这个人 骑着薄龙马 往下 这么一走 周苍用手一指 关将军 黄叔 你看 就是他 刘备 其他马上一看 哎呀 子龙 子龙将军 是子龙将军吗 周苍在旁边 一跳 坏了 我这三枪要白扎 子龙将军 是你吗 刘备 刘备 再死了 从山上下来 这个人 一瞧 刘备 哎呀 赶紧甩凳 离安 下了坐骑 腾腾腾 迈步向前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跪爬了几步 道远 拜见 石军 刘备 关羽 赶紧翻身下马 上前相掺 哎呀 子龙 想杀我也 周苍在旁边一看 完了 这三枪算白挨了 齿不扔扔枪了 看着吧 刘备用手一掺 哎呀 子龙 一别多日啊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咱们分别的太久了 太久 太久 是够久的了 多久了 十一回 你要看三国演义啊 第十一回 借赵云 救徐州 救完徐州 刘备跟赵云 撒泪而别 从那分的手 到现在 说到这回书上了 君臣俱义 二十八回 隔了多长时间 隔了 对 十七回了 数学比我好 很长时间了 赵云终于出来 那刘备非常高兴 刘备太爱赵云了 掺着赵云 哎呀 子龙 子龙 因何至此 使君 自别之后 不想公孙赞 不听人言 站带自焚 子龙 无处 无处投奔 袁终于我 袁终于我 我想呐 袁终于我 绝非用人之人 也不是人德之主 所以我 聚而不见 后来我听说 使君 您在徐州 我打算前往徐州 投奔 等我想去徐州 投奔了 徐州失守 听说你们 弟兄失散 后来我打听出来 说 二将军云长 已归逃影 而使君 您 投往河北 我打算去河北找您 又恐怕袁绍 心念前前不容于我 四海漂泊 孤苦无一 近日 我听得三将军 在古城镇守 打算前往寻找 路过此处 没想到 山上下来 一位债主 叫裴元绍 他打算 夺违将我 这一匹薄龙马 也是我一时兴起 将他一枪挑于马下 直到今日 这位黑亮的将军 来到山下叫战 我实在不知道 他是使君手下的战将 多有冒犯 往使君不怪 没关系 没关系 周汤一兄 可不是没关系 我回去自己吃枪伤去吧 子龙啊 今日一见 大位平生 想杀我也 使君 子龙 今日得见使君 愿从此之后 追随使君 行走天下 占平生之财 报效国家 所以肝脑涂地 死而无憾 这是赵云 劈肝力胆 掏心肺腑的一句话 真是肝脑涂地 死而无憾 赵云 赵云跟了刘备 占阳山 占长坂 力气多大功劳 而且您要细数三国演义里面所有的战将 唯有赵子龙 一点毛病都没有 十全十美 大好人 论武艺 论相貌 论人品 论智慧 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就属赵子龙 官二爷 太傲 张三爷太傲 唯独赵子龙 绝无毛病 而且这个人最后善终 七十二岁 老死于家中 那么今天 赵云重出世 追随刘备 那么为什么有人说 后续四弟呢 赵云赵子龙 都说刘关章 桃园结义 相声里面好像也有词 后续四弟 这说明他们不听书啊 说像人的学问太差 为什么真正有能耐的 后来都转到说书这来了 再有唱戏的也是 唱戏的也说四弟子龙 没有什么回事 为什么人们会误解 会误传 说后结拜的这么个四弟 您别忙 待会儿跟您说 那么赵子龙 跪倒在刘备的面前 愿意追随刘备 刘备太高兴了 而且赵子龙 立刻传下命令 火烧山寨 把卧牛山这座山寨 用火烧化 把卧牛山上 所有的楼楼 一千多人 全部带下来 跟着刘备 直奔古城 那么古城之中呢 张飞 迷俗 迷方 早就闻爆了 三个人 出古城迎接 弟兄三人 这台见面 张飞 把大哥 二哥 让进城中 排排酒宴 而且刘备 也去见了自己 这二位夫人 夫妻 也终于见面 甘夫人 弥夫人 又跟刘备 把关云长 为了保护 自己 所有的这些事情 把关云长的英勇事迹 又跟刘备 诉说了一遍 刘备心中 也是万分感激 感激自己 这个二弟 为了自己 这两个夫人 受尽委屈 吃尽苦楚 过五官 斩六将 那么来到清堂之上 弟兄 俱义 君臣在一处 饮酒 相赫 那么上回书 我最后 脖的时候 拍木头 我都说 下一回 要君臣 小巨义 为什么叫小巨义 有小就有大 中国人说话都讲究 既然叫小巨义 后面就有大巨义 那么这一回 赵云出来了 加上刘关章 新收了官平周苍 聚在一起 这叫一次小巨义 到什么时候大巨义呢 诸葛亮出来了 君臣 这叫大巨义 让刘备的势力 才算真正成熟起来 那么现在 刘备 力量刚刚成熟 刚刚起来 加上卧牛山上 这一千多人 加上古城之中 张飞 招兵买马 巨套屯粮 招上来的一些人 何来一处 四五千人 这是刘备 现在全部的家当 这四五千人 弟兄相贺 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 有四个字 叫杀牛宰羊 先败谢天地 然后 靠上 诸君 这是三国演义原文 我得看上你 这四个字 杀牛宰羊 您要是记得清楚的话 第一回书 桃园结义 杀牛宰羊 所以紧接着 到古城会 君臣小聚义了 杀牛宰羊 先败谢天地 这句话后头 您要看 毛东刚先生 批 批了一句 很简单的话 毛批上的写了一句话 说宛如 桃园结义之时 很像当年桃园结拜 所以大概从这开始 就有人误解 说赵云 赵子龙 跟刘关张弟兄 在古城这儿 又磕了一次头 没有 三国演义上明确写了 杀牛宰羊 先败谢天地 谢谢天地 让我们弟兄团圆 君臣俱义 然后犒劳诸君 如此而已 没有再收一个四弟 而且赵云也不能当上四弟 赵云比刘备岁数还大 刘备比关羽大一岁 关羽比张飞大五岁 那么刘备比张飞就大六岁 对吧 数学算得多好 那么刘备死的时候 伯地成托姑 六十三岁 先主六十了 又单三岁 对吧 六十三 六十三死了 过了六年 赵子龙老死于家中 享年七十二岁 对吧 六十三加六 赵子龙死的时候 刘备 六十九岁 所以赵云比刘备大三岁 当也不能当弟弟 所以没有这么个后续四弟 说法 那么 杀牛仔羊 败借天地 君臣俱义 高高兴兴 靠牢三军 刘备手下 马步军 四五千人 武将 这回丰富了 关羽 张飞 赵云 关平 周苍 谋士 孙前 简庸 弥足弥方 所以刘备的政治势力 到现在 这才刚刚起步 比曹操 比不了 曹操 携迁子 以令诸侯 势力已经形成了 都说三国 孙 刘 曹 我们老说曹和刘 还有这孙呢 您别忙 马上就到了 那么刘备 在古城这儿 继续招兵买马 安扎下来 可是这古城 小小弹丸之地 刘备想了 这绝不是我们立足之地 这个地方太小了 而且叫三不管啊 说叫三不管 就是哪都能管得了他 其实也就是离哪都近 离袁绍也近 离曹操也近 当然离天子也就近 谁想管 马上就能管到 因为你这儿没事 就没人管 这儿有事 刘关张在这儿驻扎了 必然引起人的注目 必然有人来管 而小小古城 守不住 不是立足之地 所以刘备 就打算 就打算 弃古城而去 正在这个时候 汝南 刘辟 贡都来请 大好时机 所以刘备 弃了古城 带着自己这套势力 来到汝南 刘辟 贡都真不错 拱手相让 把汝南这个地盘 让给刘关张弟兄 那么刘关张弟兄 就在汝南这儿 继续招兵买马 扩充势力 等待时机 灭曹操 那么刘备这一去不返呢 而且这一到汝南 招兵买马 这风声一传出来 河北元少就得心 好啊你刘备 你跟我使忌设 你到了河北 我代你为上宾呢 我对你不错呀 你都给我使忌设 金蝉脱下 你不回来了 哼 这还了得 袁绍一声令 来呀 起兵 征拔刘备 国徒又过来 主公 刘备不足律啊 势力太小了 您就让他在那待着 他不是您最大的敌人 您目前最大的敌人 就是许昌的曹操 您应该集中力量 对付曹操 那么如何对付曹操 你不让我打刘备 这曹操我也动不了啊 怎么打呀 您可以联合其他的力量 我找了 刘备贡都不行了吧 刘表 人家不愿意来 我还找谁呀 国徒一白手 找刘表也没用 刘表虽然有势力 可是刘表这个人呢 不足以成大事 主公啊 如今江东 孙策孙伯福 威震江东啊 年纪轻轻 势力正盛 您可以派人 去面见孙策 倘若孙策 能跟您联合一处 草草被拜 嗯 袁绍一惊 好 那就找孙策 你说袁绍这人 有人劝他找刘表 他就找刘表 有人劝他找孙策 他就找孙策 没主意 所以草草分析的最对 好谋无断 色力胆薄 那么袁绍立刻找了一个人 这人是谁呢 前文书我也提到过 替刘备和关羽之间 传书信的那位 叫陈振 袁绍命陈振为使者 过江东去面见孙策 孙策 所以您看三国 说到这儿 三股势力都得交代清楚了 曹操 自总督 到内以来 天下豪杰并起 曹操 势不及袁绍 而竟能克绍者 非为人某 以天使也 那曹操占天使 青州起兵 首先占了天使 邪天子以令诸侯 而今拥有百万之众 势力极大 这是曹操 刘备 我刚刚说 他的政治力量 到古城这儿 刚刚起步 四五千人而已 而三国另外一股势力 就是这孙家 小霸王孙策 孙伯福可了不起 想当初长沙太守 孙奸孙文台 死了 孙策多大年纪 十七岁 年纪轻轻 继承父业 而且孙策 孙伯福 非常有远见 凭着一块 传国的玉玺 借了三千兵 带着这三千兵 跟周瑜一起 开创江东事业 创下江东六郡 八十一州的事业 这六郡 哪六郡呢 一听 说书唱戏 江东六郡八十一州 这六郡哪六郡呢 投一个 会计郡 会计 三阳 吴俊 豫章 卢灵 卢江 六个郡 提会计 您不陌生 天下第一行书 王羽之的蓝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鬼首 会与会计山音之蓝亭 怎么一边坐着 气死我了 下回我给您写出来 蓝亭序天下妙文 第一行书 就是指这会计 这会计在哪呢 就是咱们少兴 绍兴我去过 而且我也到蓝亭去 参拜过 那是书法圣地 我到哪去看看 果然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筑 我就想着当年 这四十二位文人 列作其次 随无四处管弦之胜 一商一勇一卒 一唱须悠情 我们庆可乐也 多美 这是会计郡 那么剩下这几个郡 包含 中国多少地方 我大概算了算 会计是现在的绍兴 绍兴属浙江 那么剩下这个 这几个郡加在一起 有浙江 有江苏 有江西 有安徽一部分 还有福建一带 就这么一大片地方 这是孙策 孙筑 孙伯虎 年纪清清 跟周瑜创下来的江山事业 了不起呀 而且孙策 手下有的是能人 两位大谋士 一个是张昭 张子布 一个是张宏 张子刚 两个人富有鸡谋 大台子 而且孙策 手下 还有不少武将 黄盖 成普 韩当 这都是当年 长沙太守 孙奸 孙文台的手下 那是老将 再加上太史词 蒋亲周太 这些人 忠心耿耿 辅佐这尊色 最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周瑜周公敬 那周瑜周公敬 不仅人长得漂亮 风流倜傥 仪表不俗 而且文武全才 精通音律 取有物周郎雇物 现在要开办一个 歌唱大赛 那周瑜 必然是总评委 往台底 做B联一听 看上这人 啊啊啊 这啊的不对 有一小啊 拐错了 B联一听 有一个小手 错了 都能听出来 这耳音就这么好 精通音律 取有物周郎雇 那么周瑜 和孙策 两个人联手一处 创下江东事业 尤其是最近 孙策 刚刚 打下两个郡 一个是豫章 一个是 卢江 这是孙策最后 得来的两个地方 六军 全部高成了 最后打了两场 胜仗 孙策 志向高远 不是想 只守着江东 这么一块地方 他打算 称霸天下 要想称霸天下 现在 北方最强的势力 一个是袁绍 一个是陶骚 尤其是陶骚 携天子令诸侯 我得探探 陶骚的虚实 所以孙策 借着这最近的两次胜仗 要探一探 陶骚的虚实 就派自己手下的 谋士张 张红 带着自己的斗章 前往许昌 面见天子 其实就是面见陶骚 以什么名义呢 说我孙策 出师告捷 我打了胜仗 我得了新的地盘了 看你曹操如何对待 张红拿着孙策的 斗章 到了许昌 不用先见天子 直接见曹操 把斗章往上一递 曹操接过这斗章来 一看 倒抽一口凉气 不由得脱口而出 狮儿 男女争风 什么意思 狮儿 狮儿 就是狮子的狮 不是身上这个 是那大哥的那个 寿中之王 最勇猛的动物 就是狮子 曹操脱口而出 一看这斗章 孙策 年纪轻轻 小孩 小娃娃 二十出头 竟然得下江东六郡 这还了得 这简直是一头小狮子 这将来就是狮子王 所以曹操脱口而出 狮儿 男女争风 这孩子要大了 这将来势力强了 雨意丰满 连我曹操 都不能和他争风 所以曹操也倒抽一口凉气 那么曹操想办法 先把孙策安抚下来 张宏为使节 所以曹操 造明天子 命张宏 在朝中做官 让张宏就留在许上 做什么官呢 做的御史 给他的御史做 而且曹操想 用什么办法 能够稳住孙策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姻亲 所以曹操呢 就把张宏找来 我打算 跟你家将军 结个亲呢 张宏一天好啊 什么亲事 曹人 有一女 打算 嫁给你家主公 四弟孙筷 才使得呢 哎呀 这是大喜的事 容我回去 造明主宗 张宏 借这个机会 离开许昌 回了见孙策 一见孙策 张宏就告诉孙策 主公 我在许昌 可得了官了 曹操封我个官做 孙策哈哈大笑 哎呀 子刚啊 曹操封你什么官 哎 封我一个御史 好啊 御史不错 官太小 委屈你了 给你官你就做 好好的做 将来啊 给大官 你还接着 你看这就是孙策 你要记得前文书 刘表也派过一个人 叫韩松 到许昌 面见曹操 结果曹操封韩松 这刘表这个使臣 一个官 韩松回到刘表这儿 刘表立刻把韩松杀了 你是我手下人 曹操封这个官 你就做了 心眼太小 立刻把韩松杀了 而孙策呢 一听 张宏在曹操那做官 高高兴兴 你做 有大官给你 你还做 所以你看 这个人能成事 能成多大事 在小事上都能看得出来 孙策 心胸开阔 子冈啊 这回回来 还有别的事 主公 还有件喜事 曹操打赠跟您 接一门殷亲 哈哈哈 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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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一晃身形 啊 子冈啊 曹操 俗称坚雄 与我接殷亲 这是想 稳住我孙策 是也不是 主公明鉴 这门亲怎么定呢 张宏就把这亲事一说 曹仁的女儿 嫁给您的四弟孙旷 分色一看 这件亲事应得吗 主要看 应得 好 接亲归携亲 将来灭曹归灭曹 咱们心里有事 心里分了 答应他 小霸王孙策 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了 张宏立刻回来 面见曹操 回来之前 孙策暗中嘱咐张宏 你这回回去 除了答应这门亲事之外 你替我也讨个官做 张宏就问 您打算做什么官 曹操给我个御史 您就不能再当御史了 您是我的主公 您打算做什么官 孙策就跟张宏说 你管曹操 给我讨一顿 大司马 张宏按条大指 我保罪人了 好大的志向 一张嘴就要大司马 给您开始说三国的时候 就给您分析过 汉代三公之位 大司马 掌管军事 掌管军事 司马 司徒 司空 这是三公之位 这是最高级的官员 而司马 掌管全国军事 用现代话说 军事委员会主席 军委主席 所以孙策一张嘴 管曹操都要关 我要当军委主席 了得吗 好的胆子 张宏暗中派国 好 主公敬后加印 张宏来见曹操 把亲事 答应下来 我家国太也说了 早日完婚 那曹操当然高兴 紧接着张宏就把 孙策这个请求搬出来 丞相 我家主公要讨个官做 好啊 讨个官说吧 我家主公要做大司马 曹操一听 你们都是什么人 袁绍一张嘴 管我要大将军 我当初 畏惧袁绍的势力 拱手相让 把这大将军 让给袁绍了 到如今 小小年纪 孙策孙伯复一张嘴 管我要大司马 曹操手勉常人 心中恨 哎呀 哎呀呀呀呀 哈哈哈哈哈哈 四冈先生 不必着急 此事 曹某做不得主 在曹某 禀报天子 天子传旨 也就是了 张宏一听 你少跟我来这套 张宏心里也明白 这是拿天子推唐我呀 你挟天子而令诸侯 你想封谁封谁 想罚谁罚谁 想杀谁杀谁 到现在 你说这大司马 不归你管 你做不得主 得天子传旨 你这就是不想给呀 所以张宏没等 曹操跟天子 讨旨意 当夜晚间 张宏就写了封书信 派人送往江东 交给孙策 告诉孙策 曹操 不会给你这大司马 做 孙策看完这封书信 勃然大怒 咬牙切齿 必灭曹操 所以孙策 开始准备 调动军马 训练士族 积攒势力 要北灭曹操 他这一行动 江东有人呢 到现在 还不是和孙策一条心 谁呢 吴郡有个太守 叫许贡 这个人呢 暗通曹操 孙策这儿 一训练军马 这许贡 写了封密信 派人 送给曹操 这封密信 写得很简单 说孙策 骁勇 与相及相似 朝廷 以外事恩宠 召唤经师 不宜使 久居外镇 以生后乱 很简单 就这么几句话 什么意思呢 说孙策这个人 骁勇无敌 非常勇猛 这个人和相及相似 就是相羽 所以称呼 孙策叫小霸王 相羽是霸王 孙策就是小霸王 那许贡就提醒曹操 这个人和相羽很相似 英勇无敌 难以对 朝廷对待这样的人 以外事恩宠 你表面上 对他很宠爱 高官后禄 养着他 宠着他 外事恩宠 召唤经师 你给他个高官后禄 让他到经师来做官 你好便于看着他 不宜使久居外镇 你让他老在外面镇守 毕生后乱 所以许贡这封书信 简简单单提醒曹操 你可要注意孙策 没想到这封书信 太 信使啊 要送往曹操那 得过江 这一过长江 孙策手下 房江的士族 就把这信使给拦下 往身上一搜 搜出这封密信来 交给孙策 这么一看 孙策一看 哼 这许贡 还真夸我 孙策 骁勇 与相机相似 朝廷 以外事恩宠 召唤经师 不宜久居外镇 以至后乱 孙策把这封书信 往桌上这么一扔 好啊你个许贡 我把你打败了 现在你江东六郡之一 你暗通曹操 这番了得 所以孙策 准备了一桌酒宴 让人去请许贡 说有要事相伤 请许贡过福饮宴 这许贡也糊涂 你都暗中 和曹操相通了 刚刚写完一封书信 提醒曹操 防着孙策 你自己就不防着点孙策吗 孙策设宴相邀 这位许贡 大大汪汪 赴宴而来 孙策一见许贡 还挺客气 挤杯酒 进过去 聊了两句天 聊完这两句天 孙策从怀中 把这封书信掏出来 在许贡眼前这么一晃 外室恩宠 召唤京师啊 许太守 好计策呀 许贡吓得魂飞魄散 撑的一下 从座位上就站起来 夺步想逃 孙策 钻宝剑范 按风黄 咔咔咔 宝剑出侠 来 又上 武士们一拥而上 把许贡 作为肉泥烂将 而且 孙策一声令下 把许贡全家斩首 唯独 逃了三名食客 就许贡家里养的贤人 门客 也叫清客 这三个食客逃走了 孙策呢 也不以为意 也许 跑到别的人家去 在辅佐新的主人 在投靠新的主人 孙策没追查 那么有一天呢 孙策 带着兵士 出外射猎 到这个丹土 打猎 突然发现 一只梅花鹿 蹭蹭蹭 这只梅花鹿在前面跑 孙策 在后面是紧紧跟随 打算射这只鹿 孙策性子急呀 这马催的也快 奔着这只梅花鹿就来了 带着寒脏 这些人 都在后面 没跟上 孙策 单人独计 跑上山去 追这只梅花鹿 追着追着 这梅花鹿一拐弯 自溜一下 下了小道路 孙策突然就发现 树林之外 站了三个人 孙策就一皱眉 什么人 主公 我等 乃是老将军 部下士族 在此设为 帮助将军 涉猎 辛苦你们 孙策也不理这三个人 打算一催马 往前还追这只梅花鹿去 冷不防 这三个人之中 突然有一个人 噗 一抖这枪 奔着孙策 左腿就刺 孙策往旁边一搏马 躲开这枪 赶紧把宝剑抽出来 钻宝剑棒 咔嚷一声 把宝剑抽出来 没想到 当当一下 剑刃掉了 手里的就剩一剑棒 这怎么打呀 孙策 驳马 抽剑 当当 剑刃掉了 长面的功夫 孙策就是一愣 这儿有一个人 旁边还有两位 剩下这两位 其中有一个人 抽弓拔剑 认寇 填衔 公开如满月 剑出四流星 八达一声 弓弦响 这一剑 撑 郑重孙策面门 就这地方 多撑 打铁锥子往这 撑着一下 直入面门 孙策好勇 一咬牙 钻了这个剑 往外这么一拔 砰 把这支剑拔出来 赶紧把自己的弓 拿在手中 还用这支剑 你射给我这支剑 我拔下来 认寇天闲 谁射的我呀 我这支剑还还给谁 巴打一声 这一剑 就射回去 可是这三个人 围住了孙策 不放孙策走 孙策 宝剑就剩一半了 手中 就是一张弓 三个人围住了孙策 挺香就炸 乱扎一通 扎的孙策 身带树处枪伤 一边扎 这三个人一边说呀 我等乃是许共门客 特为主人报仇而来 孙策 找了机会 翻身下马 一咕噜 咕噜的旁边 这时候身上满是枪伤 脸颊上还是剑伤 浑身是血 疼痛难忍 就在这时候 成普寒当这些人 带着军事 赶上来 孙策躺在地上 大叫一声 老将军 杀 一声令下 孙策带来这些士兵 把这三个时刻围住了 乱刃分尸 把这三个时刻 也剁成了肉泥烂酱 这三个时刻 在三国演义里面 没名没姓 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但是也是为自己的主人 报仇 就和当初拉典说的 那个御让一样 为赵姜子报仇 古代很多这样的故事 那三个时刻被杀 孙策手下人赶紧过来 搀扶孙策 浑身是伤 脸上全是血 把孙策搀扶回去 找医生调治 找什么医生 得找一位神医 此人叫华陀 找华陀来医治建伤 可是不巧 华陀不在 华陀不在 只有他的徒弟在 徒弟也行 传授意义 比不了师父 也不错 所以赶紧 把华国神医的这位高徒 请来给孙策调治病情 华陀的这位高徒 一看孙策的剑伤 不好办 箭头上有毒 这是一支毒箭 如今这个毒啊 已经深入谷中 恐怕这个伤不太容易好 不能好也得治啊 不好治也得看啊 大夫您想个办法 大夫您想个办法 这样吧 我开个方 调治调治 不过您可注意了 一百天之内 安身养病 我听说 孙将军性情急躁 我千万嘱咐您注意 千万不可动怒 一百天之内 安心养病 伤势痊愈之后 才能行动 而且这一百天之内 万万不可动怒 一旦动怒 性情急躁 金疮崩裂 恐怕孙将军有性命之忧 您可千万记下 张昭 还有孙策手下人 都把这句话记住了 孙策这个人 性情最急 手下人安慰孙策 耐心调治 好好地养病 养了二十几天 孙策急了 怎么还不好啊 我得灭曹曹 就在这个时候 袁绍的使者道 这位陈镇先生 奉袁绍之命 来见孙策 孙策传令 召见陈镇 跟陈镇说了没几句话 同时 从许昌 张红又派了个使者 来见孙策 这两家使者 都见孙策 尤其是从许昌 尤其是从许昌来的这位使者 面见孙策 说出一番话来 让孙策是勃然大怒 金疮泵裂 那么这位小霸王 孙策 孙伯伏 性命如何 下周接演 下面有请 大腕 王月波 我想了 啥字呢 ання公 还ส 暮凿 谢谢 吊 舒服 我 没有